雖然這期大家有不少朋友都已經收到Steam Deck 但今個星期就不是跟大家做評測 評測就給我多一個星期慢慢試試 但現在正在進行Steam 的冬季大減價 無論你今次有沒有買到Steam Deck 都好 特價對大家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增加遊戲儲備的時候 不如就趁今個星期針對各方不同的要求及需求 介紹一下我自己心中的推介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位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八卦發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要幫你看看星期的遊戲界資訊及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值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好,馬上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4 人其實好原始 爆發情緒時最主要只有兩個出發點 要麼就好生氣,要麼就非常有肉幕 見大家上個星期對我那種情緒波動激動的影片有興趣 不如今集就盡量試一次吧 為何要做這條影片? 原因很簡單,因為銀包出血不能只有我一個 今集的特價就由12月22日到1月5日 所以價錢上都可能有波動的空間 因為大家都知道,有時候隨著時間越後 大家的價錢亦會有分別 而今集的影片亦都暫時將Xbox Game Pass 這個概念拿走 因為始終Game Pass 中很多東西都是免費的 而且又不是每個人都有買到 以防有些人對Game Pass 有一些不好的印象 又或者不好的感覺 所以今集就暫時針對Steam 上的特價吧 上次一問一答就有觀眾問我一件事 就是我自己喜歡甚麼遊戲 我自己人大過後就由以往喜歡緊張刺激的作品 慢慢變成了喜歡著重故事講解 又或者是聚述的遊戲作品 這類遊戲除了之前介紹過的黑相集之外 其實Detroit Become Human 亦是一部非常值得玩的作品 這遊戲之前就是PS 獨佔 但大家都知道PS 作品現在很多時候都會上PC 這隻都不例外,今次的遊戲搬家115 元 如果你未來為了Steam Deck 準備遊戲帶出去玩的話 115 元來說真的不用考慮 幫Steam Deck 選擇遊戲 其實大家除了看到它的方便性之外 千萬不要忘記有時坐車玩的時候 又是另一個世界 平時大家玩開手機遊戲 可能在交通工具上玩得很方便 一方面是因為遊戲節奏很明快 其次就是有不同的節奏系統 又或者是可以隨時暫停的玩法 這些都是重點 但如果你要為Steam Deck 準備遊戲的話 主要玩的時候又是坐車 而不是在家戲戲的時候玩的話 這個位置都要留意 而另一部我覺得最是遊戲迷一定會玩的作品 就一定要數到Stanley Parable 他在今年出了一個豪華版 遊戲是講主角、齒輪式的社速 因為一些原因令他的生活作出了改變 遊戲的自由度非常之大 而這遊戲最清楚的地方就是 當玩家自以為跳出了Developer 給你的框框之後 原來你做的所有事都依然在遊戲創作者計算之中 作為遊戲迷 如果你是很喜歡一些可能衝破次元的遊戲感覺 這部作品我非常推薦 現在他就賣6折66港幣 有些遊戲在序事方面 和大眾不同的遊戲的方法會很不同 而這些遊戲往往的評價都非常之兩極 例如是Skorn 他在美術設計上在遊戲推出之前 已經令到非常之玩家很震撼、很刺激 但遊戲正式推出之後 基於故事的聚術方面非常之獨特 令到大眾玩家對他抱著一個非常負面的感覺 雖然遊戲推出時在香港見到的宣傳不多 但這部遊戲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令到一種很喜歡鑽研遊戲的深度遊戲迷 對這部遊戲的故事背景 又或者是發展做了非常多不同的研究 老實講這部遊戲在於畫面、遊戲性、聚事方法上 都未必是大眾玩家會喜歡的元素 但如果你本身對著遊戲有些獨特的觀點 又或者是喜歡玩一些相對比較特別的作品 Skorn 這次都有7折 只賣港幣123元 如果要講講故事 雖然我自己好少玩JRPG 但有時有些故事是慢慢由淺至深的聚述 又或者是看出一大堆無關痛癢的故事 讓玩家慢慢去體驗 去到最後才一次過串埋所有東西 這種講故事方法其實我自己都蠻喜歡 八方女人正正就是一部這樣的作品 今次遊戲只賣4折 170元就可以賣到這部作品 我個人就覺得很划算 我做了這個頻道都差不多前前後後10年 其實都大約知道追看這個頻道的朋友 都會喜歡一些可能相對大眾一些 或者是我們俗稱Triple A的作品 又或者是一些大型動作冒險遊戲 其實講到這裏 你都大約猜到我會丟些甚麼出來 首先就有今次賣7折 238元的Elder Ring 不用介紹 還有就是之前在PS派系獨戰 然後轉頭在PC上扔個加強版出來的FF7 Remake Integrate 遊戲今次就5折 賣323元 雖然比其他遊戲作品好像相對貴一點 但如果你有打算玩重製版的CCFF7 今次這部遊戲亦是個非常好的入手機會 雖然這遊戲看起來好像很舊 但殺手4 7 絕對是我覺得人生一定要玩的其中一部遊戲作品 遊戲被玩家體驗到一個非常開放的殺手世界 它有少少這麼多偵測的元素 當你找到一些不同的線索之後 你就可以發揮你無限的想像力 它亦都不像其他傳統的動作遊戲 又或者殺手遊戲那種線性模式 而且這遊戲的重玩度是非常非常高 遊戲的挑戰性非常強 它還支援VR,今次還要3、5折 150元就有找 不買就愚蠢了 由動漫改編的遊戲多數都大炒車 但早幾年就少有地有一部作品 改編完之後 那部動畫作品的粉絲亦都非常喜歡 是哪一隻阿米就是龍珠二世的格古樂轉 這遊戲可以讓大家重新體驗孫悟空的生涯 現在這遊戲就賣2、5折88元 100元都不用,真是值得 明白的 早前好多朋友玩Ragnarok 即是戰神、專神、黃昏 其實大家不需要擔心 因為它出PC版只是遲早的事 如果你沒有玩過新版系列 我是非常非常建議你在這時候入手上一代 遊戲的刺激、感受 其實是比今年出的作品更高 今次還要6折240元 你問我舊作如果原價買 你有心理關口的話 250-300元可以買到一部正的AAA作品 還要沒什麼Bug 我個人就覺得非常划算 而另一隻之前在主機版推出的時候收到非常多玩家追捧 而今次也有超絕大特價 還有Resident Evil 2 Remake 這遊戲在未重製前已經是一部非常經典的恐怖作品 這隻重製版也在當時重新定義了什麼叫做Remake遊戲 今次遊戲去到25折77元 真的買回去放到底 要玩新遊戲又要有特價 你是不是覺得有個心理關口 哎呀一定復遊戲啦 不然怎會這麼快特價 其實都不一定 就像是Sonic Frontiers一樣 如果你要拿今時今日的敘事方式去判斷這遊戲 其實很多玩家都會覺得 哎呀這些遊戲不入流啦 但你在超音鼠的遊戲入面 你找序事去找一些扣人心弦的角色成長Path 你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竟真 這隻遊戲就7折 236元 如果你覺得這隻遊戲之前正價買太貴 如果你單純是想找一隻爽遊戲來玩 這個價位我覺得都非常合理 OK,如果你說你不是的 你跟一般香港玩家不同 OK,你Out of Mainstream 你打遊戲不是爽 而是一路玩一路去鑽研你的人生 好像看一部小說作品 最好就是每一條支線可以有幾十個小時 幾千字幾萬字的劇本 幾十條不同的分子 買一隻遊戲教你玩三五七年 有沒有可能? 有! Witcher 3 Complete Edition 絕對是你的選擇 但現在不用我介紹 如果你不知道這遊戲是玩什麼 不用想 買下去就行 如果你好像一個普通香港玩家 可能一日打兩個小時投機 慢慢玩 這遊戲就夠玩到你退休 相信我,不要困你 如果講到CD Project Regular Cyberpunk 2077 剛剛推出 很多人都笑他多Bug 還幫他改名叫Cyberpunk 2077 但今年一套Edge Runners 就成功救到它 1.6版推出後 遊戲的內容也有非常多 有多少? 絕對是對得住200元的水平 也可以說在這個價位中 你可以玩到最多的沙發砰漏遊戲 如果你是相對大膽 你不怕鬼 你身邊的朋友跟你一嬌樣的話 Festmophobia 絕對是一部值得留意的遊戲 四個人一起捉鬼 有中文 八折 每個人58元 是的,有些玩家會說 這遊戲不是很耐耐玩的 玩幾次會悶的 60元 包上大學 養全家好不好 單單是拿遊戲跟朋友笑笑 三兩晚 60元什麼都值得了 去到這已經三千多字了 再這樣下去 沒有意思 你個快 要買一隻遊戲 和家人或小朋友玩 8x2 4折 112元 Overcooked 2 25折 43元 你要數大作的 瘟疫傳說 Owen Cook 250元 Join My Spider-Man Mai Morales 300元 Join My Toa 4折 115元 你要玩經典遊戲 不如來一場真正的戰場對決吧 Mai and Blade 2 Banalot 250元 你喜歡玩戰略遊戲 近代的戰略遊戲 新世代之王 XCOM 一戰 46元 你覺得打機太膚淺 家人說打機沒有勇 OK 打機 認識世界不同的文明 Civilization 6 47元 如果你跟我一樣 最近玩得太多主機 太多PC遊戲 你打算轉一轉口味 Tabletop Simulator 這遊戲可以讓你玩到不同的Tabletop作品 一樣有半價 60元 等你跟中一個武器的朋友一齊隔空玩Bot Game 呼 可能你會說 汐老闆剛剛講很多遊戲 你之前才說完是復作 今星期又丟這些東西出來 不是吧 其實有隻遊戲好不好玩 又或者它復不復 某程度上除了遊戲內容之外 你買的價錢 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上一集我復 又或者是之前的復作特別偏話復的遊戲 都是基於它正價四五百元的水平 喂大哥 一百元你還想怎樣 一百元你買Indie Game 都不行 雖然這樣講好像有點自打罪吧 但其實玩得Steam PC 玩家 大家都是買Game 以為是錯的 那你不知道 那些復作可能你一年半載三幾年之後 它就像31punk 2077 一樣 而新一面變成一部大家都好注目的超世代 厲害作 那你現在沒有買就丟掉了 今集的遊戲情報科就到這裏了 想甚麼呀買啦 覺得不夠划算的 你盯著Steam DB 就可以 如果沒有網址 在長程度我還給你 在網上見到甚麼有趣的新聞都是PM我 我是希致哥 我們下周的節目再見啦 Bye Bye